好是從剛剛看到的是CNBC的這一個專題 確實全世界的先進晶片 都大規模的依賴台積電 對沒錯是從目前為止來說 從這個GPU CPU甚至手機晶片等等 幾乎大部分的這個先進製程 只要是這個所謂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 幾乎是來自於台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尤其是最近幾段時間 美國又開始重新去審視 封鎖中國科技的相關的漏洞 那這幾天來說 是由這個路透社 他所發布的一個文章 他在文章裡面講到就是說 中國利用這個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亞馬遜或是微軟 他們有提供非常多 就是說你可以來跟我租用 我的雲端服務的這個項目 那結果沒想到 中國就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在等於是說 他不用買到先進的晶片 他就可以用美國的這個算力 這樣來算的一個狀況 好那因為目前為止 美國並沒有對這些所謂的算力公司 你說你租給誰呢 他有相關的管制措施 所以目前為止美國可能會 下個階段會考慮把這個 這個部分都給要封讀起來 那根據路透社所發布的文件裡面來說話 他說發現了11個中國實體呢 透過這個方式呢 然後拿到這個亞馬遜的這個服務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算力的服務 那他們是透過所謂中國的仲介公司 而不是直接跟這個亞馬遜買的 也就是簡單來說 他說中國公司透過另外一個中國仲介公司 然後再去跟亞馬遜買 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亞馬遜可能會看說 你是不是可能會被中國管制的名單 沒有的話他就pass嘛 就沒想到後面是這樣 他就講了幾家公司 第一個是深圳大選 他說深圳大選來說 因為他當然做了跟這些所謂的 可能跟武器什麼都相關嘛 他說他呢 就透過這個一個叫做中間商 叫成都的這個運達運達公司呢 然後就買了這個20萬人民幣 左右的這個服務 然後就用了 就在一段時間裡面 可以用A100跟H100的雲端伺服器 那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阿里巴巴嘛 阿里巴巴已經被美國要求要管制嘛 結果沒想到阿里巴巴呢 他也透過一個仲介商 買了這個18.4萬人民幣的這個雲端服務 因為他說某些部分呢 他的算力沒辦法突破 他就去跟他買 另外他還說還有一個四川大選 四川大選是跟這個微軟買的 這個用4500萬個這個微軟的這個詞源 然後用這樣來協助他們這個AI的這個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說 其實目前為止 中國還是有非常多的這個管道漏洞 還是可以取得美國的這個算力 我雖然買不到晶片 那如果用你的算力 那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意思嘛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這個最近一段時間 三星剛好公佈一個數據 他的這個財報裡面來說 今年三星來自中國的營收呢 增加了八十二趴 年增八十二趴 來到三十二點三五兆寒還 那另外一個他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市占率來說的話 來到中國占這個三星的收入來說 來到了三十一趴 比去年的增加了二十八趴 那SK海利斯也是一樣的局面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故事呢 告訴我們就是中國現在在狂掃 SK海利斯 還有這個三星的這個晶片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當然也認識到 這個未來呢 美國也有可能會對這個標準型記憶體 或是特殊型的記憶體呢 會禁止這個三星發售給你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盡量能夠囤就囤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第三招是什麼 挖角台灣 因為最近剛好又爆發另外一件事 最近就是我們台灣有一個這個 耗星公司的這個總總經理 余昌 陳宇 他目前為止說 他就是說他要投靠到中國的這個 這個核工集團旗下的同方公司 也就是說原本同方公司要跟我們耗星 要做一個主機板的研究 結果沒想到後來耗星覺得說 欸這個 因為他的母公司呢是核工集團 他很怕會被制裁啊 所以耗星就說那我們不要做了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陳宇就覺得說欸那我可以做啊 因為我有相關的know how 於是他就跟這個中國同方的這個 這個中國核工集團下面的同方 就搭上線了 那搭上線的準備要這個把一些相關的資料 帶過去的時候 就被我們相關的這個所謂 相關的調查局單位 就把他帶這個抓獲了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TDK 因為TDK他在台灣投資 他在台灣投資一個叫台灣東電化的這個化學 結果沒想到他就說 他們前總研發的這個前總前經理吳復元 還有主任工程師王文黃文彥 他們居然把公司的一些相關的機密呢 要投靠到這個深圳的力訓電子 所以可見他說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從從台灣可能這個中國就想辦法從台灣挖嘛 不是包括說台灣本身的公司 或是說外商在台灣的公司 我覺得能挖就盡量挖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恐怕也是接下來我們政府單位 我們要重視 沒有我覺得各界要支持喔 這一回合檢調去查 當然當然 好去幫中國核工集團 是沒錯 中國發展核武的集團耶 去幫中國的核武集團去發展晶片跟主機板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們主機板其實是用來公控的啦 就是說他可以控制這個發射啦 或是什麼怎樣的狀況 這其實是非常危險 發射器上面就需要 而且對台灣各界來講 如果大家覺得中國的文攻武嚇 真的很惡劣的話 你真的可以接受台灣的科技團隊 去幫核武的團隊做事嗎 對啊當然啦 所以我才說這個政府我們要好好的抓 要把它這個仔細的有這個可能性的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非常這個機密的資料 甚至是跟對岸很敏感的單位研究這個合作 我覺得這個都不適宜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因為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他們現在有很多留學生回到中國去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這樣子啦 你回到中國的時候 你就帶著一片 譬如說像這個GPU 或是一片CPU 你就回來 那每一片的話 就是高達100塊美金的酬勞 就是你用這樣的直接運輸的這個情形 所以我才說目前為止來說話 有非常多的漏洞 美國要賭 然後這個我們台灣本身也把它賭起來 否則中國持續拿到新科技的這個狀況 是不會改變的一個情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